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飞机箱调来那个 交往伞的那个 从飞机箱调下来 我觉得因为小赛是搞一片推理的 你还想他吗 他说鬼这个东西吧 我感觉有点不一样 我爱听 但是我不敢去自己一个人看 所以你问他吧 我接着问你啊 刚刚你说小赛是你们组里的开心果 谁是颜值担当 颜值 颜值担当 我吧 这么不谦虚啊 其实我觉得颜值担当 每个人什么也不一样 我们四人长得真是四种风格 真的还真的 真的吗 不会说有人就是看了两个 哎 这俩脸盲了 刚开始只有我们说脸盲了 你们四个没有 或者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别让他掉下去 你别掉下去了 我得抱着你 插上两个 紧紧的把他抖住我一种 那你觉得你自己说自己是颜值担当 你说别的小伙伴是能认为的吗 不是吧 可能每个人组问这个问题都弱自己吧 很早也能认为的吗 应该不是吧 我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 我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 你觉得经纪人呢 就是你的执行经纪 我挺想问你这个问题 新加坡这个问题之后 我今天晚上我回到公司我就会问你了 你对星座了解吗 星座还好 我就是了解自己的星座 然后其他星座 几月份我记不住 你知道笑哥哥 跟什么星座最配的 白羊和狮子 白羊和狮子 对吧 是白 我觉得是 因为我印象中 就是还有我查的都是白羊狮子 我知道天蝎座跟双鱼都得配 双鱼就那种爱幻想 蝎跟双鱼 对 爱幻想 然后爱浪漫 然后特别柔弱弱的 天蝎比较浮黑吗 双鱼是一月份吗 三月份 三月份 我记不住几月份 三月份不白羊吗 三月四月 是吧 三月中到四月中 嗯 你会经常跟粉丝在微博上互动吗 我会偶尔 你看你有一个机智的 回答粉丝的方式 跟别人还是跟不太一样 你说哪 每个时候把那个圈出来 对 圈出来 比如说这个问题好玩 圈出来 因为之前的时候刚开始西纲播的时候 私信真的是没那么多 然后我每天都会 就是闲证的时候 我都在刷牌嘛 和西线 就是都会就是 大概就是全看一遍 然后有一些问题 真的很有意思 我就把他们圈出来回答了 然后评论呢 因为现在我也会看 现在我也会看 美国爱上或者是 评论的西线什么 然后关键发现哪个好玩意 就去回答一遍 你那个方法很机智 就是把它圈出来 然后再去弄个评论 基于这个啊 我们大麦 斯维尔的VR大咖秀 之前呢也说 通通要来听过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呢我们就 把这些评论都打出来了 就是这些全部都是 都是 在我们留言的都是评论 就很多 然后我看到那个 那个大麦VR发动那个微博了 我们爱他了你 因为我天天都会说到爱他 就是有人在别人回复啊 那你没有关闭是吧 没有没有关闭 我们再爱你一遍 再想想 希望你回爱 然后我们 我猜想吧 哎呀 三胖快点来 获得一下 三胖你跟谁走 哎 回来 三胖就这样啊 三胖我们 一直都能爱不爱他我们 就全靠你了 这样就有些问题啊 我来我来抽一下一下 这些问题呢 都是你们评论的 留言的 东东这边也可以看一下 都是可以的 啊 就是啊 你们是打印出了 我也没什么问题 直接复制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就全部都打印出来了 所以一个都不辣 然后呢 我们会挑一些 东东也会挑一些 最后呢 东东会觉得哪一个好玩的啊 什么的 他就给你出签 然后联络大麦VR 会给你寄出 一共有几个人呢 要给你几个 看你啦 看我呀 嗯 你想给几个 给几个 那谁的问题最有意思吧 啊 那谁的问题最有意思吧 对 你可以给个三胖的啊 给个 都可以 看来外面就有意思啊 我先问一个吧 嗯 嗯 好 这个 看到粉丝一天天增长 心里有没有微妙的变化 是嘚瑟 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如果以后越来越红了 会不会自我膨胀 怎么防止自我膨胀 这位兄弟 你的评论 他这个问题是好几个问题 你问好几个问题了 嗯 其实我觉得 嗯 因为戏播之前我只有 三四万 三四万 就是在选举 就是戏在拍的时候 一直到开播之前 现在 只有三四万 然后 一点点增长 心里肯定是 不开心的 就是越来越多人 看到了那个戏声明 就关注到了我 这个人 嗯 然后如果说膨胀的话 我觉得 我还没有到达要膨胀 那个那个 那个地方 或者什么样 我觉得 所以要到达那个地方 的时候你就会膨胀 也不是那个 也不是这个意思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 你看我微博才十几万粉丝 而且其实实物不是丁 虽然说在网上 就是还有一些量啊 或者阅读量 或者什么样 但是其实 在主流的平台上 还是不会特别多人知道 然后所以 我也希望自己以后 能演一些电影 电影剧啊 让更多人认识 然后自己也演得越来越好 然后所以说 如果说膨胀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 因为 我觉得膨胀的话 真的是 整个人就会变 那种变 变是你自己可能意识不到的变 顺便容易是吧 那还好我身边的人都会 是会警醒我啊 人家朋友 或者是公司的人 很多人 刚刚开始做这一行 都会如此 越来越膨胀 对 江子东能对着我们 江子东 能对着我们的镜头 跟粉丝们发誓吗 永远不会膨胀 我发誓 不管我以后怎么样 我都不会膨胀 但可能以后三四年之后 我的粉丝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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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是跟大部分人都不认 他们就是 他们知道我 但我不知道他们 就是莫名的 你是我们最后的胜色 觉得真的是特别 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特别不如 那就是刚才说到一句话嘛 嗯 就是也希望能够演一些其他的剧 不管是什么题材的什么内心的 那你有没有自己想去饰演这个角色 有个话你想挑战哪一味的 嗯 我觉得都说过 你是给他吃过 然后你就吃过 没有我给他为了 好 好 那你跟他五三框 渐金 渐 接了 他这个狼孩子 哈哈 就是 如果说角色呢 我觉得 只要是好的角色 都想找 然后之前 反派有点点多 哦 无界粉白 而且长得丑到什么 其实我更喜欢那种 比如说戏眼一半可能卡被毁容了 或者怎么样 那种古装片 就觉得挺有意思 有一个人有一个点在那 在剧里边看的 等于你特别学院演那个 就是像无剑道那种类型 无剑道 这不是无剑 就是比如说那种小混混啊 但是去坐卧底的啊 然后就特别坏坏的啊 我就小龙特别喜欢看的那个 无剑道河古国仔啊 什么这种港片的 香港的电影片 香港电影片 你挑啊 再挑一遍 美的好棒 对 我就错了 东东对于你的签名 暴露本性这件事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准备了 东东的签名照 还有我们这个十五十斤的这个 小布袋 东东以为你会签名 对于这个签名的事情你怎么看 就是乐乐签名很繁琐啊 因为之前我也想过 就是签名的时候如果说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一共是26号 燕子东 嗯 其实挺挺多的 然后小说的名应该也是很多 他应该30 他应该30多了 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是想我说 我全签啊或者怎么样 但是真的是太麻烦了 你那种签名容易被人缝的 对 是容易被人缝 所以说我也在改进嘛 刚开始只是一个东 现在变成了一个自己家一个繁体的东 我觉得 那个自己签跑就是二 对很多人说 所以我在有的上像二的我就点了一个点 在那个自己的 2点东 2点0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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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我写字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说我是想一点点练 就是改进吧改进吧改进吧 古装的时候有一个某一个情景还是这样或这样 就还蛮像的 因为我在看剧的时候 优酷弹幕嘛 我也看到了好多人说 哇这个演员长得像一样歇息啊 怎么不一样 其实我挺喜欢 不可爱 三角色不可爱 不可爱 到不了那种 真正是很小年轻的活力 过 你的活力跟三角色的活力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有不一样的点在 所以说我看他们的歌 因为我上TTV每次都会点那个 青春 就青春技 修炼曲 对 然后就是他跳那个左手右手 你会跳吗 我只会跳一点 你愿意跳吗 你会跟他们一起跳吗 没有就是我们会一般人 如果在的话会跳的话 都是一起来 那那那那那那 因为真的是很很上口 然后还有那个我特别 我最喜欢他们的一首歌 是那个朱耶伦给他们写了 因为你写了 因为我写了朱耶伦 然后就是他们有很多歌都挺 我和宠爱啊什么的 我都有听 所以说与其说 介不介意别人说长相 我自己看剧的时候我也惊 惊呆了一下 我在电脑前 我拿派的看到 我拿手机打开一样先写的对方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他养那个幸运志 我对比这个 我心想 哇 就真的是 他不是说我觉得不是说全像 或者怎么 就是某个角度 某个角度 某个角度或者什么地方 就真的有一点像 然后网上还说像很多人 我说像这个像那个 就是像好多名人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我 你也往下手 我其实不太介意就是被说像 会怎么样 因为每个人就是每个人 但是 双千玺很帅 变了像帅的人就好了 像帅的人就好了 像帅的人就好了 而且我最近看了微博一样先写 就是有一些长大了 就比以前长大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是有另外一种帅的感觉了 就是说很多人说 我是他的大版 很开心嘛 长大版 那我们再去拌一拌点 你拌一个吧 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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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先困住你 拌住他 好 不能争夺 小问题 我来帮你拌 你先拌一个 好 我这好多呀 随便挑随便挑 嗯 画紫色调新的尤为重要 尤为重要 尤为重要 啊 有一个说冬冬金山挑战极限运动嘛 比如说蹦迪之类的 哎这个问题 真的 不是这个问题我 就算是多回答一个问题 啊多回答一个 我特别想做一次那个 从飞机上掉来那个交 交流伞 从飞机上掉下 就是飞机上跳来那个交流伞 跳伞 跳伞 我特别想跳一次伞 但是 要专业 就要专业的地方 试练一下 然后跟着教练去跳 一直没找到 因为你一般忘了打开交流伞 哈哈哈 要打开了 对 还有 好多人问这个 如何压抑住自己 自海的天际 这压抑住呀 这个 就是真的是 嗯 嗯 我觉得你会越来越嗨 对我确实是 在演戏的时候我觉得角色就是 角色自己 对他好像还要找你 找我 来了 嗯 呃 陈茫茫曾经在直播时候 对手你唱歌港台枪很躁作 你有港台枪吗 我唱歌是真 我自己都觉得有 刚才说唱歌我正觉得你 你那个唱歌真的很好听 我看到你一些直播你声音很好听 还好我只是 没想起来 不是我真的我平时 特别喜欢唱歌 以后会出专辑吗 或者会想自己去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的我 其实 我挺想的 出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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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才有必要 说 唱歌给大家听 嗯 冬冬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做什么 啊 你猜猜猜 烫干呗 吃 吃甜食呗 对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特别想吃那种 就是那种蛋糕啊 甜到腻的 对那种东西 那你有没有吃完很甜很甜 以后就太腻了 会吃一包榨菜 有 有 但是我自己点的东西 如果特别甜的时候 一般就蛋糕什么的 就算腻我也会吃啊 自己点的就一定要 自己点的就一定要吃 就只吃甜食吗 不干别的吗 或者是就是 听歌包容戏 就这三小 听歌包容戏吃甜食 红款盖子 燕子冬心情不好的时候 冬冬小时候的梦想的时候 突然好好奇 毕竟你这么可爱 括号是豆是吧 你括号里面都记住了 我小的时候 真的没想过自己 会当演员 所以你小时候梦想的人 我小时候梦想的人 我小时候梦想的就是 我特别想当个律师 我觉得因为小时候 是港片推立立的 你还想唱港片啊 我以前的那些文化 现在看的少一些了 我最近在看那个 又重温了一遍 薛景足迹 拉腿钩 薛景足迹 是 哎呀 我没说我真没看好 很暴露 就是 就那种卧底吧 我看的是那个什么什么 驼什么尸解 躲墙尸解 对对对对 那那个比这个还老 那个比这个还老 但是那种很好看 对 嗯 嗯 请问东东 觉得人性比较重要 还是角色比较重要 会不会为了演一个 喜欢的角色 掉粉也不在 谢谢 刚才已经问我 你唱的问题都太正式了 但是后面 给我看一把 给我看一把 我仔细看一把 太多了这个 我觉得后面 你刚才没说掉粉重度重要 我觉得 掉粉可能是因为大家 对这个角色 或者是一些 比较可能不太接受 或者不喜欢 但是我就是个人而言的话 我是其实想挑战一些角色 或者什么 就是如果大家说真的不喜欢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做过 就 就不会说遗憾 或怎么样 但是大家 因为一个演员肯定会 饰演很多方面的角色 很多演员都是百变的 嗯 如果有一天真的会掉粉 我也不会说 就我只是觉得 可能让大家伤心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能呈现更好的 角色给大家唱的话 是一件好事 不会掉粉 呈现最好的角色 不会掉粉 你觉得你都太正式了 你找 想问东东如果 揭开了鬼片 让你演阿飘 阿飘是什么 鬼吗 嗯对对 阿飘 然后呢 你会害怕吗 或者自行选择鬼片里的角色 你会选哪种 什么吸血鬼啊 什么僵尸 我以前想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要拍鬼片 我怎么样 我 我不怕 你从刚才说你 你是怕还是不怕 我怕 我挺怕的 我打准想 哎呀我们有个环节 就是跟我们聊聊鬼故事的 聊鬼故事还好 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 还看那种 就是 几万年一本 几万年一本那种 鬼故事小说 在后排的片子上会那么看 我也是 但是鬼片我不敢看 鬼片不敢看 因为我 你如果说看那种雪晶的 欧买那种鬼片的话 那不是鬼片恐怖 那是恐怖片 那是恶心 就是恶心片我能看 但是你要突然间 蹦蹦来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怎么样那种 那假的吓人哪 我推进去看泰国的 泰国特别吓人 有一次大学的时候 我们一帮人八个男生 我们四个人一个寝室 四个人一个寝室 我们两个寝室凑到一个寝室 看一个鬼片 看一个泰国的鬼片 叫 叫什么我真忘了 连起音乐 不是不是 就是讲一个老太太 怎么轮回了你 我好长时间 泰国的拍子真可怕 特别吓人 我看了看头之后 我就行了 我上回躺下去了 他们在底下 拿拍子放特别大声 你根本睡不着 泰国的真的就是 血腥家 精统家 恐怖 他现在这个恐怖是融入到骨子里的 对 就是让你感觉到真的是恐怖 他如果有鬼片找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角色 然后你让你突破的 然后有可能这个片子让你一下升华了 你记不记 其实 叫很多演员他恐高 但他一定要掉尾牙 没办法 让他们就克服了 但这个鬼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真的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的话 那我肯定想上 但是 但是如果要说 真的是特别特别吓人的话 我觉得还是 生命比较重要 生命比较重要 胆那么小 想跟你讲讲 就是鬼 鬼 不是说生命比较重要 我是觉得 像钓尾牙什么的 就是 就是有一些 一定要具需要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 有一些正面的镜头 可能用不到就是特技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害怕 就算是我恐高的 我觉得这是工作需要 而且角色需要 但是 还是 有鬼这个东西吧 感觉有点不一样 我们选择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较温暖 现在有点温暖过头了 有点温暖过头了 你们外面 特别特别冷 去另外一个屋 不治的话 那屋真的很阴冷 特别适合讲鬼屋 这么 反差吗 我打算下一期邀请下一位 同志的时候 我们上那个屋 讲鬼屋 上那个屋讲鬼屋 我要问这个 某个网友问你 裤腰多大 裤腰 裤腰是21的 所以你腰是21 对 为什么你会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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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腰尾是21 但是一个男生的腰是21 21 21 21是正常的 男生21 22是正常的腰尾 是吗 是 21 22是23 粉丝们 腰尾都多大 女生 喜欢东东的 本身的 你们看到了吗 告诉我你们的腰尾 在我的微博底下 或者是在大门VR评论里面 我们来抽取幸运的 获得她的签名 这样 嗯 你怎么这么瘦啊 你怎么这么瘦啊 你怎么这么瘦 我还 我是之前我是22的 我上高中就23的 后来我是 我得了一次肠尾然 哗 出来了 我以为是把肠子 去掉了 你本来没有 你挺吓人的你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 那恐怖片画期没得完呢 那个 我之前那边有个 不定意画的电台节目 也就是点鬼单 那个怎么就敢去做呀 是 我说的是 我不敢看 那你敢听是不是 我敢听 我还好信 我爱听 但是我不敢去自己一个人看 如果人多的话 人多你也不敢 你不爬上去就能 人啊 你不是人多的话 就爬上去不看了 就是 对 但是那个 因为那个真是特别是没吓人 那个吓人 真的是 那个叫什么 多虚 是泰国 讲老太太的 那就是 反正就特别是泰国 其实想不改叫什么名 粉丝吗 自己搜 你看搜 泰国 泰国怎么应该真的是 泰国 日本 韩国 韩国一般 日本 韩国不在吗 就是泰国 最早我会认为日本话 真子吧 我真子没看过 我真的真的没看过 真子那时候就是打电话都不敢接电话 因为真子不就是告诉你接电话 反正就会死掉了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真子的系列故事的 有一年我去海边我们家里 然后我姐姐带着她的好朋友一块跟我们一起来了 然后晚上和我们三个人住在屋里边就聊天 就聊电 吃点 粉丝们 他们准备了特别多东西 都在吃没去了 然后就是我姐的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看我一样 他就开始给我讲真子 我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真子 我小学的时候 哎呀那个是你小学的时候 初中还是小学 我忘了 然后他就给我讲那个真子的事情 这个一真子一真子二什么真子 在里面有什么花子有什么意思 包子是另外的 包子是鬼白了 对我听完之后 我当天晚上很晚很晚才睡着 然后 你会脑骨吗 对我脑骨抢 我会翻译 我回到家里面第二天晚上 家里都都睡觉了吗 在客厅客厅灯光了吗 我想上厕所我不敢出来 别人 我就看到那个我就 我就路过客厅的时候 我看到电话我就 特别吓人 特别吓人 然后我这把所有灯全打开了 我在上厕所 上厕所的时候 把所有灯已经关了 最后关在厕所的灯 然后直接跑到屋里面 那时候很小 我看我这儿的就是 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 触手可及的地方 啥子真是好能掉毛 脸都全都 真的啊 这么巧 来 你看 真的 你太有想法了 真的 太有想法了 鸡汁 你给它喝太水了 鸡汁在闻 你给它倒两分 你真是你老鸡汁了 你知道吗 吃点不吃吧 你跟我回家吧 嗯 我听了好难受到 有两个话题 没有聊完你们就跳了 没有两个话 就是陈梦梦说你那种 大麦VR梦幻成真 意境诚实 大家好 我是燕子东 我吧 这么不先锯啊 所以要到达那个地方 所以就会跑掉 也不是这个意思 特别想做一次那个 从飞机上掉下来 那个叫到伞 从飞机上掉下来 我觉得因为小时候 是搞片TVB的 你还喜欢它吗 看个鬼这个东西吧 我感觉有点不一样 我爱听 但是我不敢去自己一个人卡 我爱听 你还喜欢它吗 你还喜欢它吗 所以你喂它吧 我接着问你啊 刚刚你说的小菜是你们组里的开心果 谁是颜值担当 颜值 颜值担当 我吧 这么不迁据啊 其实我觉得颜值担当的话 每个人什么也不一样 我们四人长得真是四种风格 哎真的 还真的是 真的吗 不会说有人就是看两个 哎姐家脸盲了 那种感觉 刚开始只有我们说脸盲 嗯 你们四个没有 或者我觉得啊 我还想不一样 你别教育了 你别教育了 你别教育了啊 我得抱着你穿上脚 紧紧地抱着你 嗯 那你觉得 你自己说自己是颜值担当 你觉得别的小伙伴是能认为的吗 不是吧 可能每个人组本地人 你都弱自己吧 陈导演是这么认为的吗 应该不是吧 我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 你觉得经纪人呢 就是 你的实际经纪 嗯 我挺想问问这个问题 新加坡这个问题之后 今天晚上我回到公司 我就会问你了 你对星座了解了吗 星座还好 我就是了解自己的星座 然后其他星座 几月份记不住 你知道笑哥哥 跟什么星座最配吧 白羊和狮子 白羊和狮子 对吧 是吧 不是 我觉得是 因为我印象中 就是还有我查的都是白羊 我知道天蝎座跟双鱼最配 双鱼就那种爱幻想 双鱼跟双鱼 对爱幻想 然后爱浪漫 然后特别柔弱弱的 天蝎比较浮黑吗 双鱼是一月份吗 三月份 三月份 我记不住几月份 三月份 三月份不白羊吗 三月四月 是吧 三月中到四月中 你会经常跟粉丝在微博上互动吗 我会 我看你有一个机智的回答粉丝的方式 是吧 跟别人还是跟浦海一样 你说哪个 把那个圈出来 对圈出来 就是这个问题好玩 圈出来 因为之前的时候 刚开始西纲播的时候 私信真的是没那么多 然后我每天都会 就是闲证的时候 都在上班 你问吗还是 私信 就是都会 就是大概就是全看一遍 然后有一些问题真的很有意思 我就把他们圈出来回答一下 然后评论的话 现在我也会看 现在我也会看微博爱上或者是评论的期限什么 让中间发现哪个好玩的就去回答一下 对 你那个方法很机智 就是把它圈出来 然后再去评论 基于这个 我们当卖威尔的威尔大咖秀 之前也说 中文要来中文的节目 他们就 把这些评论都打出来了 就是这些全部都是 都是在我们留言的 都是评论 就很多 我看到那个大漫VR发动那个微博了 我们艾特的女人 因为我天天都会说到艾特 就是有人在别人回复啊什么 那你没有关闭是吗 没有没有关闭 我们再艾特一天一下 希望你回艾特 然后我们 我猜想吧 哎呀 三胖快点来 会不会一下 三胖你跟谁走 哎 回来 三胖我们 艾特都能爱不爱他我们 就全靠你了 这样就有些问题啊 我来抽一些 这些问题呢 都是你们评论的 留言的 然后东方这边也可以看一下 都是可以的 啊 就是啊 你们是打印出来 我也没什么问题 直接复制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就全部都打印出来 所以一个都不赖 然后呢 我们会挑一些东方也会挑一些 最后呢 东方会觉得哪一个好玩的啊 什么的 他就给你图签 然后联络大卖VR 会给你寄出 一共有几个人呢 要给你寄出 看你了 看我啊 你想给几个 给几个 那谁的问题最有意思吧 啊 那谁的问题最有意思吧 对 你可以给个三五个的啊 给个不不不不不不 都很一样 没有没有意思啊 我先问一个吧 嗯 好 这个 看到粉丝一天天增长 心里有没有微妙的变化 是嘚瑟 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如果以后越来越红了 会不会自我膨胀 怎么防止自我膨胀 这位兄弟 你的评论 他这个问题是好几个问题 你问好几个问题了 嗯 其实我觉得 呃 因为戏播之前 我只有 三四万 三四万 就是在选主 就是戏在拍的时候 一直到开播之前 只有三四万 然后 一点点增长 心里肯定是 不开心的 就是越来越多人 看到的那个戏声明 就关注到了我 这个人 然后如果说膨胀的话 我觉得 我还没有到达要膨胀的 那个那个 那个地方 或者什么样 所以要到达那个地方 你就会膨胀 也不是那个 也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觉得现在 你看我微博才十九万粉丝 而且 其实实物不丁 虽然说在网上 就是还有一些量啊 或者阅读量 或者什么样 但是其实 在主流的平台上 还是 不是特别多人知道 然后所以 我也希望自己以后 能演一些电影的人剧啊 让更多人认识 然后自己也 演得越来越好 然后所以说 如果说膨胀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 因为 我觉得膨胀的话 真的是 整个人就会变 那种变 是你自己 可能意识不到的变 顺便什么意思吧 但还好 我身边的人 都不会 是会警醒我啊 人家朋友啊 或者是公司的人 很多人 刚刚开始做这一行 都会如此 越来越膨胀 对 江子东能对着我们 江子东吗 江子东 江子东 江子东能醉着我们镜头 跟粉丝们发誓吗 永远不会膨胀 我发誓 不管我以后 怎么样 我都不会膨胀 但可能以后三四年之后 我的粉丝 掉了两万了 不不不 你不能那么说 你肯定是增长好几位 怎么能是掉的呢 其实剩 剩一个粉丝也好 对 我觉得不管剩几个人 有什么支持 就已经 挺开心的一个事了 真的是 因为你想 就是跟大部分人 就是跟大部分人